好 今年我們主要有幾個盤會開 其中一個就投校是Viesta 接著我們都有我們的 和祖康站的海盈山 的4A旗 還有就是越海 我們接下來下半年都會 準備推出我們海盈山的4B旗 還有就日出康城的項目 最後一個項目就是我們 原來十八鄉路的項目 亦都是估計希望是今年中到達出的 會不會有一個股票數字 即是這個股票數字 Viesta 是不是 暫時我們賣了8億9500元 44塊 44塊 還有想問一下兩位 如何看今年的樓時 和對未來幾天的財務貨 有什麼提法 我想最初的樓時 我想又隨著現在美國 大家預期去今年的下半年 即那個機率都很大 最近的市貨 其實是有明顯的好轉 特別是一些優質項目 和一些豪宅方面 那個受惠是比較明顯的 以舉個例子 我們Pediesta 我們今年30A賣了 也創了新高 而我們在九龍 我們的提山項目 其實近年我們一月 也都是有兩個成交 是創了九龍分層單位的總價的新高 所以我們相信 那麼我們相信 如果市貨物慢慢是 有一個好轉之後 我們相信 parse將交頭的數字 以及價格 都會爲升 那 視乎我們今年的財務財政算案 我們最主要 是希望政府 會多一點的支持樓市的措施 包括希望 有些東西的破 forensic方面 可以全能切納 那相信 都可以幫動很多市民 是目前的信心的 剛才說到可能都看好今年樓市 如果是全年看 可能預計整體樓價的升幅 或者調整是大約多少 還有在這麼多類物業裡面 看好哪一個類型的物業 我想今年全年的樓價方面 我都受到很多為因素影響 其實都比較難預測 但我相信現在是向好的洗頭 消息是比較多的 我相信全年來說樓價會有我想升幅 至於對於剛才第二個問題是哪一類型 即是哪一類型的物業 你可能覺得比較會跑平第一次 或者比較提高 我相信是對於優質的中高端的物業 那個受惠情況會比較明顯一些 因為暫時以我們看回 其實很多買家 其實對於價格方面 反而不是最考慮因素最大的 反而是各項目任由責任 所以就這樣說 我們其實集團近來有很多優質單位 是創新高額的高價成交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